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行情还没有突破的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更要耐住兴着 等待黎明曙光重现的时刻 万民哥觉得如果大家越有坚持力的话 将来应该会有更大的回报 这个力求了本来应该是在倒浪之中 话丰收但明显的时间还没来到 所以大家再稍微等一下子 万民哥今天跟大家分享几条新闻 虽然经济不景气 但是全世界的企业都在想法子 创造新的出入 随时迎接可变的或者正在变的世界 第一条新闻就前两天 有一个新闻万民哥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是全球领导型的半导体公司 都在加入Risk-Fi的架构中 展开了相关的研发 大家可以看BBT 右边的Leading Semiconductor 就是半导体业的领头羊开始呢 去加入Join的Risk-Fi 那包括哪些厂商呢 比如说最大的移动通信 手机晶片厂这个高通 比如说德国的这个博士 还有Roberter 还有欧洲的恩赐普 英飞林通通加入了Risk-Fi的相关研发 这个Risk-Fi 这个作为一个开源的这个半导体架构 基本上它不是一个盈利的企业 或者一个组织 这个它有个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呢 就是负责在推广Risk-Fi 那因为非盈利的机构 所以呢它没有什么固定的财报 那当然呢它所提供的服务 或者它所建立的架构呢也是比较松散的 那你要加入这个里面呢 对不对 你可能得不到基金会或者Risk-Fi 组织相关机构的这种资源 可用的资源比较少 但是呢也因为它的这个开放的这种特性呢 可以让有一些付不起研发备用 特别是ARM或者X86的这些半导体厂商呢 有一个新的出入 那本来这个机构啊 这个或者这个标准呢 这个产品架构呢 在推广的过程中呢 因为没有这个强大的利基存在 这个发展的相当缓慢 但是2019年美国开始扩大 对中国进行半导体卡脖子制裁的时候呢 这个Risk-Fi成为中国半导体业者 一个最好的出入 逐渐逐渐的呢 以吸引的其他这个业界的 这种领头羊的企业呢 纷纷加入 我们可以看这个PPT 左边所显示的 就是上个月Risk-Fi在欧洲 这个召开年会的时候 就估计啊 2028年的时候Risk-Fi 占整个行业的市占率呢 会超过或者接近三成 外民哥认为可能会更快一点 谢谢阿甘 谢谢惠友 谢谢清华姐 大家好 大家中午好 这个也谢谢 这些软源心路 大家中午好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呢 和我们关心市场行情的变化 外民哥跟大家拿了一张图 就是现在的半导体的这个架构啊 大概有三大块 第一个呢就是X86 X86基本上呢 就是英特尔所推出来的 一个封闭型的架构 那另外一个就是ARM 这是一家英国公司 大老板大股东呢是软银 那么它虽然是开放的 但是呢相对的收费比较昂贵 那Risk-Fi不收费 是一个开源架构 有点半供应性的组织 什么叫做开源机构 开源机构就像 这个特斯拉的CEO 马斯克之前讲 哎呀它当年呢 这个参与OpenAI的成立啊 是希望OpenAI能建立一个开源架构 就是不收费的 纯粹的一个人工智能的 这个技术推广的一个单位 但是呢没想到OpenAI最后呢 唯利试图偏离了当初的这种 这种发响啊这个 让他觉得啊这个 跟他的初心不一样啊 所以呢他就退出来了 但是是不是这样子 那见仁见智了啊 那再做一个比较来讲的话啊 这个Risk-Fi加 跟ARM或者X86这个架构 比起来的话 第一个它相对比较明了啊 那不像X86或者说是 这个ARM他们的这个架构啊 所涉及的这种报告论文啊 都有几千页啊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相对比较成熟嘛 所以他提供的服务也比较多 那相对的呢 他对于进入这个架构之内的企业 要求的条件也比较多啊 那另外一点呢 对不对 还有一个比较 让大家觉得有意思的啊 就是X86或者ARM啊 他们的这个指定数啊 相对的是不太能够相互包容的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呢 对ARM跟X86呢 这个对于模块化的发展 不太予以支持啊 那扩张性呢 也比较不强 因为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封闭系统中呢 对吧 都有自己的参与企业 那这个地方呢 包含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所以呢跟X 跟这个Riskify啊 这个所谓办公益性非盈利性的组织啊 其实差的蛮大的啊 差的蛮大的 这个是Riskify啊 这个跟现在业界通用的X86啊 还有ARM啊 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啊 那再来呢 那就是应用的领域啊 X86主要是应用在伺服器啊 PC啊 这个或者呢 这种桌上行的工作站啊 那ARM大家就知道 主要应用在移动天性 移动通信啊 那这个Riskify啊 大家认为啊 它最有可能 发挥长处的地方呢 是在物联网的领域之内 那现在呢 都是讲物相连 特别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啊 这个大数据中心的建立以后啊 物物相连 可能是未来突破啊 传统PC架构 或者移动通信架构 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所以万民哥觉得啊 这个美国对中国半导体卡脖子啊 有的时候呢 说不定反而是因祸得福啊 因为在原有 这个欧美 这个领先 或者主控的这个半导体市场之内呢 中国只能跟着别人玩 那你有一天 你要把我排除在外的话 那我只有寻求新的出入啊 寻求新的出入呢 我就进入到Riskify 这个领域里头 哎 反而呢 对不对 可以让我在物联网 这个世界中 或者这个领域中呢 取得先发的优势 你逼得我去另外进入一个赛道 那将来到底是哪个赛道 成为业界的主流 那就要看各自的造化了 这个很值得大家去想象 所以这个很多人呢 说哎呀中国在半导体的发展过程中啊 缺乏先进制程啊 显然觉得很悲观啊 这个要突破啊 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 在高科技上的这些 这种制裁也好 或者呢一些限制也好 或者一些围堵也好 好像不太这个容易 其实啊这个很多事情 看你往好的地方想 还是往不好的地方去想 这个有人到非洲去 视察这个考察市场 看到这个非洲人都不穿鞋子 那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读 那积极的人就认为 哎非洲人都不穿鞋子 那几亿非洲人如果都穿上鞋子的话 那那个商机不晓得多大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悲观的人去看的话 非洲人从来不穿鞋子 你到拿鞋子到非洲去卖 卖给谁呀 对不对 人家那个脚底 对不对 这个这个叫皮粗肉厚的 根本不需要鞋子 是不是 所以这个出发点 心态态度就决定了一切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那我们看看 现在呢根据啊 Riskify这个组织啊 它的统计啊 现在大概全球有150家 这个大型的半导致企业 都加入了 Riskify相关技术的研发 那其中呢 中国的企业 占了三分之一以上 那领导的呢 领先的呢 比如说阿里巴巴 华为中心微电子 这几家公司呢 是中国Riskify领域 研发的这些领头羊的企业 他们三个大厂出面以后呢 那底下呢 很多这个配套的这些同业呢 就会跟着进行策略的调整 也会积极的加入Riskify的研发 这个所以你说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万民哥是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啦 那最重要的是 你付出了多少心血 你愿意啊 这个下多大的决心啊 这一点才是这个重要的 就像现在市场很低迷 或者很焦灼 但是呢 你如果呢 能够利用市场低迷焦灼的时候呢 进一步的来深化你的这个投资技巧的话 其实反而是一件好事情 这个在这个感到最悲观 或者压力最大的时候呢 其实是考虑投资人 这个可不可以啊 进行全方位这个投资最好的时刻 所以万民哥顺便呢 这个帮王老师做做这个广告 王老师现在呢 针对现在市场的状况 教大家怎么透过密集的安打 在市场中呢 这个出奇之胜 所以呢 推出了一个新的商品跟课程 一周一招一鼓 你就知道了 一周一招一鼓 就是带着大家进出市场 这个冲锋陷阵 怎么样在这个市场中最焦灼的情况中呢 能够突破行情的防线 创造新的利润 这一点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着了解 试着去尝试看看 这个你听名字就知道 这个一周 这个一招一鼓 可是怎么样在快速变换的市场之中呢 对不对 你可以事先或者及时掌握资讯 这个进出市场 这点万民哥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子 那接下来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条新闻 今天呢 可能有很多人大家都看了这个新闻 就是张忠谋又做了最新的告白 这个TSMC台积电的这个所谓创办人 前董事长 在台湾 中国台湾的台北市 那个最高的大楼101台积电的台北办事处呢 接受美国纽约时报的访问 其实万民哥本来不想去提这个事情 但是啊 我看了昨天啊 国内有很多媒体平台啊 都做了相关的报道 有的媒体 我觉得 他的报道可能没有 实际去掌握到 纽约时报那个原文的内容 报的有点偏颇 比如说有的人非常强调 说张忠谋认为 中国可以对于美国的卡脖子呢 提出反制的方法 他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 重点不是这个地方 重点不是这个地方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张忠谋认为 在美国跟 美国对中国展开 对我们国家展开芯片战的时候 虽然美国的厂商会 流失一些订单 流失一些市场 那中国呢 也会采取一些反制措施 但是呢 美国在全球半导体技术的领先地位 是不可汗摇的 这才是重点 你有反制的招数 但是在张忠谋认为 那个对这个美国的半导体 或者对美国要领导全球科技 的这个霸权来讲 是这个 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这个万民哥 试着替大家去 讲述一下这个 纽约时报的访问内容 你看这个标题 the chip titan titan 芯片的titan 大家大家看 titan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力神 很有影响力的这种人物 神级的人物 他就讲张忠谋啦 是芯片界的太太 这个大力神 很有影响力 Whose life 他的生命呢 Walker is at the center of the tech code world 他呢 正在处在一个科技冷战的中心 而且他有个副标题 副标题呢 写张忠谋的 对不对 扮演的角色 对不对 是不能够被忽略的 他不是在shadow 不是躲在背后的 他是呢 这个积极的参与了 美国对中国所展开的take a call world 科技冷战 而且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你就知道了 这个张忠谋作为一个华裔的 我不认为他是中国人 他也不认为他是中国人 华裔的美国人 他用这个身份呢 去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 所以大家可以想见得到 他一定全程是用英文的嘛 对不对 他在里面呢 就提到他怎么去美国 这个从美国的 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以后 又去了哪些公司 所以人啊 在一生之中啊 其实很多事情不是自己决定的 比如说 他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以后 他刚开始根本就不想去半导体厂 他想去哪边呢 他想去福特汽车厂 但是福特汽车那个时候呢 承诺他每个月给他479块美元的这个工资 那另外一家呢 这个电子厂 比较小的知名度不高电子厂呢 给他480块美金 结果两箱比较以后 他还是想去福特 他就打电话给福特公司的那个招聘部门 说你可不可以多给我一块美金啊 对不对 你多给我一块美金的话 我就去你们福特去工作了 因为那家公司呢 他给我480块美金 那福特的人把他削了一顿 给你479已经很看得起你了 你还要跟我要一块 为了一块钱 对不对 你给我争什么争 不答应 觉得这个小鼻子小眼 为了一个月一块钱美金的工资 这个479跟480块美金的工资 在那边斤斤计较 那他觉得碰了一个软钉子以后呢 就决定去到那家电子厂 一下就待了三年 后来呢 才转到德州仪器 后来呢 在德州仪器呢 又到史丹佛大学呢 去拿到了电机博士 是这么来的 他到史丹佛大学读书呢 也不是他的本意 他本意呢 是想留在麻省理工学院 继续读博言 那没想到麻省理工学院 不愿意录取他 那只有退额求其次 没想到 这个就是 这个上帝帮你 关上了一个门以后呢 另外给你开了一个窗子 这个窗子呢 给他人生的创造更大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人生很多事情 大家要向长远去看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呢 也要了解自己 多多体会 人生的一些大道理 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这个采访的过程中呢 记者特别强调了 在这个台积电 在台湾省台北市的 这个办公室呢 张忠宏给他们秀了一本书 《Introduction to VLSI system》 VLSI是什么意思 就是超大型机体电路 超大型半导体的意思 就是超大型半导体 system的 导论 1980年代美国人写了一本书 他为什么要拿这本书呢 因为呢 上个世纪 1980年代的时候 日本人提出了一个VLSI计划 超大型机体电路的计划 准备全面赶超美国在半导体业的领先地位 而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就 这个时候呢 台湾省那个时候的领导人 就开始构思一件事情 台湾是不是也要去搞搞半导体 因为这个是关键领主界嘛 但是呢台湾那个时候没有人才 这个1975年的时候 送了一批人到美国去学 但是学的都是半吊子 基础不够扎实你知道吗 那怎么办呢 当时的台湾地区的这个主任者呢 就想到 嘿嘿 美国有个叫张忠谋 Morris Zhang的人 他懂半导体 而且是个华人 不如把他找过来 帮台湾去推动半导体 帮台湾去推动半导体 所以后来呢 才有所谓的台积链的出现 那我们回到他这个 这个张忠谋在采访之中 对美国的媒体 纽约时报怎么讲呢 他的意思是说呢 对不对 其实呢对不对 这个他还是认为 这个中 这个美国对中国卡脖子 这个政策没有问题 而且他认为 I think it's 而且他认为这个政策呢 对不对 still ok 到目前为止 他觉得进行的都很不错 所以 I think it's still ok 这是他的想法 而且呢他提到 and through 就是虽然呢 美国的厂商 会丢失了很多订单呢 那中国也会提出 他的很多反制措施呢 但是呢 美国的领先地位 依然能够这个 非常保持或者非常巩固 这个没有人能够撼动得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不难理解 这个张忠谋 对于中国跟美国 在芯片大战中的工坊呢 他对中国所展现出的实力 其实是不屑一顾的啦 我就是这样子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他基本的态度 那比较有意思的 他中间提到了 中间提到了 他呢会到台湾呢 基本上是1980年 86年的时候 被当时啊 台湾地区有一个负责财经科技 曾经当过财政部长的 政务委员的一个重要人物 叫李国鼎 受他的邀请回到台湾去 这个李国鼎呢 他是江苏南京人 早年呢 在大陆的时候呢 是南京大学 当时叫做中央大学毕业的 后来呢 到英国建桥去深造 在南京大学的时候 学的是数学专业 到了建桥大学呢 学的是物理专业 后来抗战时候呢 他这个回到中国来 投笔从容 这个曾经呢 在当时的这个防空学校里面呢 担任量测方面的主管 那这个抗战胜利以后呢 复原又展开相关的 刚开始是回到南京中央大学教书了 后来呢 49年时候跟着国民党到台湾 但是他这个人呢 对台湾后来科技界的发展 影响非常的巨大 这个是台湾高科技产业的电机人 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 外面就跟大家秀了两张照片 这个李国鼎跟张忠谋合照的情形 中间这个照片更有意思 这是1986年 那时候张忠谋 跟现在比起还算是比较年轻 才50多岁 这个帮当时的李国鼎 跟台湾地区的另外一个行政机构的领导人于国华 做简报的这个情况 这个张忠谋啊 曾经讲过啊 他37岁的时候就曾经到台湾来 干什么呢 那个时候德州啊 遗弃他的公司 任职的公司 想到亚洲投资 那选三个地方 香港 台湾地区 跟新加坡 后来在李国鼎的协助之下呢 德州仪器呢 就到 台湾地区呢 设立了第一个半导体封装厂 这个在台湾地区呢 这个 台 当时台北线的中和 中和乡 为什么万民哥跟大家讲这一段 因为呢 这个厂 就是万民哥读初中时候 学习 就在我们那个初中的对面 每天呢 这个出了大门以后呢 就看到这个工厂 他是1968 169年德州仪器 在台湾所设立的第一个厂 谁设立的呢 谁负责建厂呢 就是中芯国际的创办人 张如金 大家会不会发觉 半导体这个圈子 都来都去都是这几个人 张忠谋那个时候是德州仪器 半导体部门的负责人 然后呢 张如金是底下一个 善于建厂的计划主持人 张忠谋带着老板 到台湾去考察这个投资环境 选上了台湾地区的中和设厂 然后找张如金去执行 你看看 这个讲来讲去都是这几个人 那这些人现在呢 跟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呢 都息息相关 所以很多人呢 外面一个跟大家强调一件事 很多人都讲说 台积电视的创办人是张忠谋 外面跟大家讲不是的 绝对不是 那为什么呢 1986年去这个 应台湾邀请回台湾的时候 担任的是公园院的院长 后来当了董事长 没有带半毛钱 他创什么业啊 他本身又没有技术 因为他在德州仪器 负责的是管理跟业务 技术不是他擅长的 没有技术又没有钱 那谁帮他出钱呢 就是当时 这个在台湾地区的 这个政府呢 帮他们出钱的 出了多少钱呢 54亿 所谓的新台币 设了这个厂 那他呢 就是现成的到台积电 去当董事长而已 那你说他是创业的人 他是创办的人吗 当然不是嘛 所有这个资金的取得 还有相关的投资方呢 都是李国鼎去找的 所以真正的 真正的 所以真正讲的话 应该是李国鼎 是台积电的创办人 只不过呢 张忠谋负责执行 被人家请去当董事长 外面跟他讲 这个是百分之最准确的历史 你其他听其他人废话 那个国内很多媒体 根本就不懂 这个来龙去慢 这个 我这个 在台湾呢 搞半导体也搞了50年 搞了50年 所以包括我们这个平台上 很多台湾老师分析半导体 外面跟他觉得都比内地的一些人 其实啊 懂得很多 因为这个 在内地重视半导体 也不过就这几年的事情 以前都不太什么 受人家重视的 这个 所以呢 这个 要了解历史的话 大家可以这个 多多跟我们平台上的 这些老师啊 或者这些专家呢 对不对 多多交流沟通 你了解这个过程中 你就知道 一个产业的发展 他 他面临了多少的困难 他是 经过了多少的波折 中国在发展半导体的过程中 才刚开始 还有一段 慢慢长路要走 大家要有耐性 就像在股市中呢 你要获得 最巨大的利益的话 对不对 你要能 有坚毅不拔 坚持到底的精神 这点非常重要的 那再来呢 跟大家分享一条新闻 这两天啊 碧桂圆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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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 他有两笔啊 美元的债券 付不出利息了 算不算违约呢 几乎算是违约了 只是还没有到 本金还不起的状态 但是利息已经付不出来了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现在是处于一个 资金周转不灵的状态 那这个早上呢 我们平台上大志老师 也跟大家分析碧桂圆的 这种状态啊 基本上呢 还没有达到所谓 支不抵债 就是资产 基本上还是大于负债 但是呢 资金的流动性出了问题 流动性出了问题呢 那主要跟中国的房地产 还有全球的金融环境 是密切相关的 外民哥跟大家先看 这个国外媒体 这个是雅虎新闻所报导的 报导呢 就是指出了 中国的房地产企业 这个出现了明显的 这个债券下跌的问题 而且指名呢 就是谁呢 Country Garden Country Garden 是什么公司呢 就是碧桂圆的英文名字 Country Garden 就是碧桂圆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曲线 大概就是从去年 2022年4月 美国开始升息以后 碧桂圆就开始吃不消了 因为他所发行的美元债券 利息不断的攀高 那自然就超过了 他原先的财务规划嘛 然后就出现了现金流不足 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 昨天甚至于还有人落井下石 哎呀说他这个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在佛山弄了一块地 所以呢佛山市政府的 这个自然资源局 这个前两天呢 到碧桂圆去 催催款 为什么呢 他拿了那块地以后 到现在钱都没有付清楚 佛山自然资源局 马上出来讲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有没有这回事呢 大家去想想看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 但是呢 我们再看另外一篇报导 就今年四月份的报导 就是国外已经注意到 这个中国的房地产的债券 出现了暴跌的情况 这边有三条线 就是高收益债曲线的变化 价格曲线的变化 蓝色的就是中国房地产 三家公司为主 万达 碧桂圆跟远阳 黄色的这条线呢 黄色的这条线呢 就是扣除房地产之外 中国在美国所发行的 高收益债价格的变化 灰色的这条线呢 就是日本高收益债 这个价格的变化 就是中国房地产 在国外发行的高收益债券 价格出现了崩跌的状况 这就是造成现在 碧桂圆资金周转不灵 主要的原因 但是有个大背景 万明哥是这样看法 这中国房地产经过几十年 这个住房改革 这个到了目前 是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呢 进行调整或者修正的 关键时刻 那很多做法很多想法 其实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这个碧桂圆啊或者其他几家 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是几家房地产的龙头啊 他们的这个行业都做了混了很多年啊 但是他们的对于市场的认知啊 显然没有进行过有效的调整 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 过去老就是旧的那套做法 还能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变化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过去哎呀透过关系啊干嘛 弄了钱弄了立了像弄了土地 对不对啊 然后就可以盖房子 盖房房子以后卖了卖了钱 然后大家再把钱分一分 那基本上啊很长一段时间 搞房地产啊是无本生意的 为什么呢 你只要弄到土地嘛立了像 对不对 地方政府就给你很多方便 甚至于啊对不对 帮你搞个融资平台 一起来这个开发房地产 真的啊 你只要有能力把盖房子 所需要资源收拢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 你就可以做这个房地产的买卖 但是现在可以了吗 现在显然不行了嘛 现在显然不行了嘛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新的时代 你就有两种做法 一个呢 就是急流勇退 建好就收 别再玩了 另外呢 对不对啊就是 因应市场的新变化 采取新的经营策略 这才是有效正确的做法 这是万民哥自己观察的 一点浅见的 云飞扬送出的咖啡 谢谢云飞扬 这个消暑咖啡 还有这个 消暑西瓜跟咖啡 感谢感谢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接下来呢 这个那中国房地产 万民哥觉得 过去一本万利的时代 已经不复存在了 不能再抱着干房地产 就是一本万利 这个做地就可以分钱的 这种情况 不行了 行不通了 接下来呢 万民哥跟大家 再这个 借点时间广告一下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平台 还蛮有意思的话 就不妨啊 加关注 加关注 加关注以后呢 这个绿色的标签呢 就会变成黄色的一个方形 中间有个星星的点 然后你再按下去 按下去以后呢 就可以加入粉丝团 你就可以加入粉丝团 那这个加入粉丝团 其实很简单啦 你这个发个微信一块钱 送个粉丝灯牌啊 这个只有一毛钱 但是呢 有个好处 可以参加我们各种活动 在平台上呢 问老师问题呢 或者跟老师 或者其他的投资朋友 进行互动 这个都是很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啦 万民哥一直讲 我们这个是个开放的 紫花蒂丁吃完饭了 万民哥中午好 紫花蒂丁好 谢谢 那如果呢 大家有兴趣 进一步了解我们的话 可以点这个 核信天津分公司 那就会出现PPT 右边这个画面 万民哥在这个画面上 替大家画了一个黄色的框框 里面呢 有公众号核信鼓乐会 你再按这一点呢 就可以进到 核信鼓乐会的公众号 里面 那个里面呢 会给大家更多的服务 还有这些互动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你在收看节目的时候 底下呢 会有一个白色的广告标 你把它点进去以后呢 也会出现PPT 中间这个PPT的画面 你绿色这边有个观众公众号 你点进去以后呢 也可以呢 这个加入我们的公众号 那把手机向下移的时候呢 有一个添加课程助理 你把它按上去以后呢 可以跟课程助理取得联络 这个反应意见啊 或者想跟老师请教问题啊 课程助理都可以帮你转达 帮你去做整理 那我们特别强调啊 我们这个地方呢 不打扰零行销 所以大家不必担心啊 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或者点了关注以后 或者跟这个课程顾问呢 对不对啊 联系以后呢 会受到不正常的 或者不当的电话骚扰 绝对不会啊 因为我们是零推销 不主动透过电话呢 跟大家做行销 只是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 可以跟我们的课程顾问联系啊 接下来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跟车界很有关系的新闻 这个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最好的车子 最拉风的车子 最骚包的车子 就叫做兰博基尼 大家都知道对吧 意大利的好车品牌 这个兰博基尼啊 最近发了宣布了一件消息 就是呢 他2029年前车子都卖完了 什么叫做 2029年以前的车子都卖完了 就是他所有内燃机的产品 都卖完了 现在汽车当然主要是这个内燃机嘛 这个发动机是内燃机 产品都卖完了 最后的产品呢 是 是兰博基尼第一款SUV车 URUS 卖完了 你现在要买没有了 而且这个单子已经排到 2029年了 所以他不收单子了 可能也不接你的电话 他可能也不接你的电话 那我们可以看看 万民哥替他找了一张很有意思的图 底下这个蓝色的车子呢 是1964年 兰博基尼所推出来的第一款 GT350超级跑车 当时这个兰博基尼的创办人 这个费鲁齐奥兰博基尼 他自己本身呢 就是一个汽车设计工程师 你可以看到说 早期的这个照片 还有他设计GT350的这种状态 那也没有想到 196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20年以后 这个作为全世界跑车中的车王 这诞生呢 会引领全球汽车 这个工业数十年 地位屹立不遥 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呢 停售内燃机产品 也意味着一件事情 就是蓝宝基尼 在2029年以后呢 要涅槃重生 全面的电动化 全面的电动化 那2029年第一款电动车 是什么呢 外民哥也替大家 及时掌握了这个 这个新的状况 叫做蛮牛 也不能叫蛮牛 他这个叫 就是说Fraken 这个意大利的念法 Fraken Fraken 有人叫做小牛 是吧 我也搞不清楚 蓝宝基尼车有大牛 小牛 Fraken好像是小牛 在2029年以后呢 要变成电动车版 那蓝宝基尼呢 这几年卖得好不好 好得不得了 特别是去年传出来 它要全面停售 这个内燃机的产品以后 去年业绩要大幅成长 这个总营收呢 来到了22亿欧元 22亿欧元 总共卖了9233部车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跑车啊 最过瘾的就是 那个开的时候油门一踩 那个引擎发动的那个轰鸣声 从此成为绝响了 以后就再也听不到这种声音了 因为2029年以后呢 它就要推出新的电动车版了 所以大家拼命疯狂的 把所有内燃机的产品 2029年的这个生产线呢 全部都给定完了 去年9233部的车子里面 最大的美国市场2721部 第二大呢 是中国香港跟澳门的市场 1018部 再来呢是德国 再来是英国 成长了15% 日本呢 也成长了22% 日本的市场大概580部 万民哥跟大家讲啊 这个 他就这几个市场 其他地方不卖了 真的吗 真的 像这个 我们中国台湾地区 对不对 你要买一个蓝宝基尼 这个 你没办法跟原厂买的 你必须到哪里 你必须到美国去买 蓝宝基尼卖到美国以后呢 再从美国卖到台湾地区 韩国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美国卖的2721部呢 不是美国人士急用的 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呢 是要转卖到其他地区或者市场 这个车子就是这么牛 所以呢 这个 做生意啊 每个人都有不同自己的路数啊 这个 在 这个竞争企业的鸿海中 怎么样的 找到了一个蓝海的市长 一样卖车 蓝宝基尼啊 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启示 很多的启示 也值得大家去留意 那接下来呢 再跟大家分享最后一条新闻 昨天呢 美国有一家 这个 所谓的独角兽公司啊 发布了财报 他这个公司叫WeWork WeWork WeWork 是什么样的公司呢 就是 共享办公室啊 他 他等于是 当 这个 等于是 二黄东 跟人家弄了一片 这个 商业 不动产 就是办公室 再转卖给 其他 新兴的创业者 或者 其他的这种房客 房客主要针对的 就是新兴的创业者 为什么WeWork 很值得重视啊 因为他 所强调的 就是一个 共享办公空间 这个概念呢 从2015年以后 可以大行其道 他 背景呢 就是互联网的崛起 很多新创的小投资人啊 为了节省成本 就去找WeWork 用他的 共享办公室 但是 昨天发布的业绩不理想 整个办公室的出租率呢 只有72% 比去年还好一点点 但是反映了一个现象 就是 新冠疫情过后 所发动的这一波 复苏攻势啊 走到这个地步来 好像走不下去了 因为 2015年到2020年 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啊 是WeWork的全盛时期 新冠疫情爆发以后 所有的客户 一下之间呢 消失无踪 一直到2022年以后 又开始慢慢的 推出或者进入这个 所谓共享办公室的 这个市场 但是呢 按照WeWork领导层的看法呢 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啊 叫做Substantial Double 就是实质性的怀疑 怀疑什么呢 这家公司能不能经营下去了 有一家公司老板说 我这公司好像经营不下去 那你想想看 这共享办公空间呢 其实在国内啊 也曾经引领一时风潮 外面可以跟大家看啊 像北京中关村最有名的 库车咖啡 他所强调的就是一个共享办公室 库车咖啡里面的这种情形 现在库车咖啡还在 但是呢跟当年的比起来啊 就显得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 伤神吧 就是这样子 这个 他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了另外一个创业 新时代和环境需求的产生 那到底会来怎么走呢 值得大家去关心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大家不要离开平台 接下来呢 还有我们老师呢 为大家提供五间的解盘 下午呢 还有余老师 还有呢 这个洪荣老师呢 跟大家一起分享行情 一起关心行情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 再见 拜拜